试傲版后 网友建议建老年版应用商店 公信部称认真研究 10月14日消息 AI财经社从人民网领导留言板获悉 针对网友建议相关部门 搭建中国老年人智能服务平台的建议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做出回应 回应称 为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我不自2021年1月起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互联网应用指导化 极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 首批重点推动 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158家网站和APP进行改造 专项行动对老年人关心的字体大小 广告插件和诱导类案件等5大类27项问题 做出具体要求 鼓励企业推出更多界面简单 操作方便的应用模式 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 此外 工信部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8月末 国内应用市场监测APP数量为282万款 较1至7月减少9万款 8月 国务院办公厅也曾专门印发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工信部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 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进行设计指导和规范 促使很多APP增设市老板 区�各幣 鸽牛